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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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在最不了解自己的时候 就是在我刚回来台湾 环境都很新 然后我要是一个新的行业 就是要当模特 然后什么不懂 然后我就开始 要变成另外一个人 不是我 譬如说我要减肥 我要美白 我要完全不运动 要三比八 都要骨头跟皮而已 然后 但是因为我很想要这个 我很想要追求 我想要当一个模特 我想要当名模 我要证明我可以 然后我就变成是跟 跟十五真的完全就是 分开来的 我没有明白 我会到最夸张的就是 比如说一到五 一天只吃三到五颗水煮蛋 然后喝水 狂喝水 狂喝水 所以会有饱足感 然后到礼拜六 好礼拜六要拍一个广告 拍杂志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天天天好赞啊 你好瘦啊 你减肥好多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做到了 然后一拍完 马上去便利商店 买两千块的零食 然后在三十分钟内 把它吃完 然后你就会很恨自己啊 我那时候就超讨厌自己 我就知道 我浪费了那个 一个礼拜的辛苦 然后就这样子就 然后就 边吃边哭边讨厌自己 边想要挖 但是又觉得 我挖就是有病 我没有病 然后就觉得 好没关系我不挖 我就没有病 但是你知道 你不健康 你知道你这样子 做的不对 你知道这个 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我会这样子 一个礼拜 再过一个礼拜 再过一个礼拜 到最后我已经 害怕失误 我看到失误 我就会觉得 这是我的敌人 我朋友约我吃饭 我不行 因为有失误 我看到便利商店 我就会 很想进去 就是不想进去 就已经变成是 一个addiction 然后 我真的到最后是 我会吃完这些东西 然后吃了三个便当 然后吃了这些 两千块的零食 你知道两千块 真的可以买很多零食 然后吃完的时候 然后就看着马桶 然后 就边哭 我边想 What am I doing 然后最后 我觉得 有一天就是 我已经 我肚子痛到不行 然后我躺在马桶旁边 整个都是脏的 我也不在意了 然后我躺在那边哭 然后就抱着自己 然后想说 This is not what I want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我 这个不是我 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 慢慢觉得说 OK 我要改变 Something is a change 不是我改变 就是我的环境要改变 我的态度要改变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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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这样子 不是 不是我要的 会有一个moment 你就会觉得 I can't I can't I can't do this by myself 那已经是很低很低很低 你低到已经放弃 everything 然后你终于觉得 I'm at the bottom 我唯一个 This is only up You know 我已经 基本上就是 I hate myself 我不想哭了 我 我已经很讨厌自己了 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会开始 比较积极的去 找人帮忙 我希望 大家会 看到的我是 有负面的那块 我希望他们看到的 是不完美的那块 可能会不喜欢的 那块 因为我希望大家知道 Nobody's perfect Nobody is an idol 你的 idol 或是你喜欢的人 一定会有一个不好的 或是一个缺点 或是有内面 Because we're human 那平常你看到的 我在节目中啊 或是在 也许之类跟小朋友互动的 那也只是一个blip 就是one tiny bit of my life 然后这个是比较深的 如果你是真的是我的朋友 坐下来跟我聊很久的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 今天也会担心这个 原来他也会害怕 原来他也是会紧张 原来他也是有这么多 跟我一样的东西 但我真的希望 大家会接受自己的缺点 就接受自己的弱点 或者是在不好的时候的自己 你要接受你所有的这些 你才会完整的爱你自己 本来大家就会希望 给你周围的朋友 或是你的工作伙伴 等等一个最好的内面 会觉得那个是professional 那个是大家才可以接受的 那一部分是自己的压力 一部分也是society给我们的压力 就是我们一定要完美的 然后现在更是 因为你有社交媒体 你有Instagram 然后大家可以修修修 修到最最最最最最最完美的 才给出去 所以因为有这些元素在 我觉得我们变得是 越来越越越闷 越来越觉得 我一定要表现得完美 我一定要是很完美的一个人 大家才会接受我 你永远满足不了别的人 而且这个也不应该是 你要做的事情 满足别的人 你只是满足你以为他要的你 你也不知道他真的在想的是什么 你控制不了他 你也不知道他真的在想什么 那你也是猜 那不如你好好的去做好你自己 然后先满足 不是满足吗 就是做好你最好的你自己 然后这个人接不接受 这个是他的问题 那你可以 你可以有弹性 你可以稍微改 有一些坏的习惯 可以调整 但是目标不是为了满足别的人 而是满足你想要的生活 我们决定要捐给儿童的心脏的协会 是因为Dylan 我的二宝 我的第二个儿子 他出生的时候 医生就跟我讲说他有VSD 就等于是他的心里有一个洞 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是还蛮常见的 但是其实也是会需要观察的 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像我们那么幸运 有这么好的医生 或者是小朋友的状况 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好 然后也需要协助 或需要帮忙的 所以我是希望 也许有这些钱 可以帮助一些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看医生的 或是需要开刀的 然后需要这笔钱的人 真的不要害怕 ask for help 你可以大口地讲出来说 what do you need 我需要什么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 你要帮我买这本书 这样可以吗 如果过来 到底是什么 因为了很专� 不许阿erca 他来说 他现在摩 Amendment 感谢观看